2012年承认恋情的李炳线和李明廷 于2013年举行婚礼 2015年李明廷诞下长子 时隔8年再传来好消息 李炳线和李明廷又将迎来新生命 而近日李明廷也在自己的IG线洞上 公开了第二胎宝宝的性别 李明廷一个人隐私分享baby shower的照片 优雅的她看起来状态超好 忍不住要说 云妈咪真的太美了 在公开的照片和影片中 李明廷的朋友们为她一场宝宝性别派对 只见开门进来的李明廷 似乎没有预想到会举办这场惊喜派对 露出了惊讶的神情 包厢里的装饰都是以粉色为主题 包括气球在内的礼物都充满了可爱的粉红色 特别是祝贺蛋糕上写着 Welcome Princess Birdie 大气球上也写着 Baby Birdie is on her way 而大家也从这点推测出 李明廷怀的是女宝宝 可以说是二人儿女 成双 15年在男宝宝俊厚出生后 就有很多人好奇孩子究竟长得比较像谁 因此网友翻出两人小时候的照片 与不曾在正式场合露面的儿子进行比对 俊厚的样貌在2018年3岁左右被公开过一次 当时的她夹着爸爸妈妈中间短暂地露出了小脸 照片虽然有些模糊 但还是能看出她成功地继承了爸爸妈妈的优秀五官 李明廷也曾在节目提到儿子的整体上长得像爸爸 2022年 李炳宪也难得晒出与儿子的合照 从背影来看 感觉俊厚将来是个高个子的帅哥 当时才七岁大的她都长得快赶上爸爸的个子了 如今时隔八年再次怀上宝宝 大家也很为两人感到高兴 纷纷表示女儿一定要长得像妈妈 还有网友表示 从现在开始可以和孙艺珍的儿子小甜豆定下娃娃亲了 不过与选宾孙艺珍这对模范夫妻不同的是 李炳宪与李明廷之间的婚姻走过了太多的坎坷 在我们眼里孙艺珍公开表示选宾是她的初恋 戏里戏外她都与选宾有密切的接触 这个结局对于演员来说是非常幸福的 这对夫妻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孙艺珍有一双迷人的月牙眼 笑起来的时候 眼睛里仿佛闪烁着明亮的星星 选宾展现出非凡的才华和魅力 而相比这对夫妻的是军力敌 李炳宪在韩国娱乐圈的名气 要比李明廷大上太多 不过其实是她为了家庭做出了不小的牺牲 李明廷很早之前凭借偶像剧《花样男子爆红》 这部戏当时在韩国风靡 成为无数少男少女最喜爱的校园剧 而李明廷青春靓丽的长相 成为了不少宅男心目中的青春女神 李明廷1982年出生在一户精英家庭 外公是韩国的传奇画家 而父亲则是一名企业家 母亲是一位钢琴家 优越的家庭让她从小就过着公主般的生活 还因为受到母亲的影响 非常喜欢表演 为了追逐演艺梦想 李明廷在2001年进入娱乐圈发展 没多久便出演首部电影《梦经济》出道 虽然表演得平平无奇 但也为她往后的演绎道路做好铺垫 之后陆续出演的《求爱咖啡屋真心》 《现在》等多部作品开始小有名气 但真正让李明廷大红大紫 是在2009年与李明廷合作的《花样男子》中 饰演下载精一角的爆红 她漂亮的样貌 不输剧中的聚会善等女星 从此便有了《江南第一美女》的称号 到了2010年又出演电影恋爱操作团 凭借出色的演技 一举夺得最佳新人奖 之后参演《我恋爱的一切》 回来把大叔等各播剧 成为实力派女演员 不过正当她前途一片光明的时候 却为爱隐退 2012年与影帝李明廷传出恋情 当时的李明廷 已经是韩国最火的男星之一 更是连续三届获得青龙奖 她与李明廷相恋之前 最出名的一段感情 就是跟宋慧桥被称为世纪之恋 可惜两人仅维持一年便分手告终 然而李明廷与李并宪早在2007年 因一次饭局上认识 不过相恋没多久 由于对方要去国外发展 导致两人不得不分开 直到三年后才再度重逢 并在2013年选择步入婚姻殿堂 消息爆出轰动整个韩国娱乐圈 这对男才女貌的爱情 一度成为娱乐圈佳话 李明廷也全面退出荧幕 安心当起丈夫背后的女人 而李炳仙的事业更是一路高歌 爱情事业双丰收 很多人都以为 这对男主外女主内的婚姻一直幸福时 丈夫却被爆出婚外情 2014年李明廷怀孕期间 李炳仙出轨韩国女子组合Glam成员 金多喜还被对方拍下了李炳仙 调戏她和另一名女模特的视频 并以此为由向她进行勒索50亿韩元 事件在曝光之后 李炳仙一时间声名狼藉 但她并没有打算妥协 反而选择报警 最终勒索她的女孩被判有期徒刑三年 这段丑陋的事件才高一段落 不过最惨的莫过于李明廷丈夫出轨 弄得满城风雨 除了让她遭到网友嘲笑之外 两人的婚姻一度被质疑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 对此李炳仙却依一句 向所有因为这件事受到伤害的人道歉 全身而退 甚至为了躲避风头 选择去美国拍电影 李炳仙自从出道以来 绯闻不断与众多女星传出过恋情 相比之下 李明廷非常的专一 所以不少人担心 她在这段婚姻中会受到伤害 对于丈夫的所作所为 当时怀孕再深的李明廷 为了守住这段来之不一的婚姻 以及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不得不隐忍并对外公开表态 支持丈夫她的大度 不得不让人佩服 2015年生下儿子后 李明廷也原谅了李炳仙 两人经常一同出席各种活动 打破外界的议论非非 李明廷也很少在露面 一直到2020年才复出拍戏 出演电视剧结过一次婚 饰演性格木讷的医生宋奈希 该剧播出收视率高达30% 李明廷出色的演技再度爆红 虽然这时候的她已经38岁 但魅力依然不见当年 成为这个年纪中保养的最好的女星之一 她的丈夫李炳仙也从丑闻走出来 失业重回正贵后 多次夺得应地 被誉为韩国最具有实力派的男演员之一 毕竟她从出道以来一直靠实力说话 如今40岁的李明廷状态非常好 她的气质完全不输年轻的女星 与李炳仙结婚9年中 虽然两人的婚姻过程出现过一些危机 但李明廷选择包容的方式挽回这段感情 而李炳仙经历过出轨风波后 变得低调了许多 回想起当年对妻子说的那句 只要你愿意嫁给我 什么时候我都会一直等当时感动无数人 她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事业和家庭 在公开道歉后 继续拍摄电影和电视剧 并且在作品中展现了自己的实力和进步 她还在2016年创立了自己的经纪公司BH娱乐 并签约了多位优秀的艺人 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 证明了自己仍然是韩国演艺圈的大咖 而李明廷事后也没有选择离开李炳仙 而是选择了原谅她 并继续支持她的事业 她也没有放弃自己的演艺梦想 而是在生完孩子后付出 并参与了多部影视作品 她用自己的坚强和美丽 赢得了观众们的喜爱和尊敬 欢迎讨论